或者半转不转 发到你的正手段 你接不好 大家有害怕这个发球了吗 这个发球你们有没有接不好的 有没有处理不好 正手位短球的这种上学 或者是这种不转球 朋友们 有了吧 这个球很多球是不是不敢 对说是一个挑打 对不对 我打字我也知道是要挑打 但是大家你们 上去直接挑是挑不好的 这样吧 我到这个镜头的对面 好不好 我到镜头的对面 给大家去这个讲 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咱们再去挑这种球的时候 遇到这种上拳球 包括不转球 发到你的正手段 大家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的话 会更加合理一点 好不好 兄弟们 来我从这里给大家去讲 来 大家这个稍微近一点吧 稍微近一点 来 大家你们先去看第一种 我让这个小曾呢 给咱们去发一个 比方说 大家你们常见的 勾手的这种侧上弦 或者说这种左侧上弦 发到这个正手段 但这种正手段球 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压不住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容易出现问题 你判断出来了 知道是一个上弦球 但是你在挑的时候 又有什么感觉 压不住 你一挑 稍微一给点劲 球是特别容易出现 特别容易飞的 导致你这个球接多了之后容易接出什么毛病来呢 就越接越虚 大家就这个问题 越接越虚 什么叫越接越虚 最后成这样 就给人唇碰过去 一点劲不敢使 导致这种球接完了 基本就会被打 很被动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再去遇到这种正手短上弦的时候 是不是这种感觉 压不住 特别容易飞 稍微给点制度出去 很容易冒高 就算上台 被拍死 直拍不怕吧 直拍是有什么神奇之初吗 你看 朋友们 直拍不怕吗 该接不考 该被怕还是被怕 和直拍有什么关系 我想 我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你们的问题点是不是这样 大家不要嫌烦 我想给大家去解决问题 我得知道你们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 我才能够跟你们去讲 你们问题如果说不是压不住 不是这种很容易接触界 那我跟你讲这个文人干啥 浪费时间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积极地和小村进行互动 好不好 来 我就跟你们说这个问题 怎么回事 第一个球门 第一个问题 因为对手发的这种侧上弦 它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左侧上弦 有的是右侧上弦 对不对 但是我想咱们很多时候就有一个啥问题 我跟你们说一说 它发个左侧上弦 左侧 正常左侧弦 其实很多教练主播教你们怎么接 发个左侧弦 是吧 我们要去搓这个球的哪里 搓这个球的右边 咱们很多球挑 人也遇到发一个左侧上弦 它挑也是 它也怎么办 它想办法去挑这个球的右边 你知道吧 它挑这个球的右边 然后呢 它发勾手 正常勾手侧下弦 是吧 教练都说要撇着接 要尽可能去接和摩擦这个球的偏左侧 好 人家如果发了个勾手侧上弦 大家第一反应什么呢 也开板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大家要记得啊 右侧上弦也好 左侧上弦也好 它让你出界也好 让你接不好的原因 不是在于它的侧弦 这是很多球对于这款球的一个理解问题 它不是侧弦让你出界的 是这款球的上弦让你出界的 那所以说我们首先 你想要去调这个板形 你去压这个弧线 你不是说根据左右侧上弦 去想着怎么去挑球的右边 或者左边 这不是重点 你要想着去什么 挑这个球的后部偏上的位置 说白了 如果来这个球 你脑子里有这个球的样子 你就是去挑729上面这个一星的这个星这里 说白了 你的着重点是在去挑这个球的后上部 而不是去挑这个球的侧部 或者发左侧拳要挑右侧部 没有用的朋友们 我们要去挑上部 因为你只有把它的上弦给压制住了 不出界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家你们去看看 我就一个板形 我既不勾也不撇 它发一个右侧上 再发一个左侧上 你看是不是都没问题 一样的板形 我就做到一个点 板形 前压 找到球的后部偏上去挑 来再发左侧弦 你看我板形是不是一样的 我没有板形做出任何的变化 没有做出撇或者勾 我没有这些东西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说你看 这个球是上弦让你难受出界的 它不是侧弦让你难受出界的 所以说你出界的原因是吃了上弦 它不是吃了侧弦 所以说你的问题 不要去挑侧面 而是要什么呢 挑球的后部偏上面 包括直拍也是 你发个左侧弦 咱别这么挑 朋友们 这么挑不好的 发个勾手右侧弦 也别逼着自己这么去挑 没必要 朋友们 你先得找好什么呢 板形的前压 你得能够压得住它的上弦 我只要做好这一点 来我用直拍去挑 你看板形不变 就是挑这个球的后上方 你去找这个球的后上方 板形前压一点 你就去想这个问题 它就能挑上 它就不会吃你的 这个 你就不会吃对手上去 你发勾手侧上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对于咱们很多球 容易解决不了的几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那咱们再说下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吗 能理解的咱们弹幕上 666扣一波呗 好不好 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的 弹幕上666扣一波呗 高胖不转测下 你能慢慢停不 行不行 你慢慢停好吧 好吧 我是讲课 我也要按着一个讲课的逻辑来 一步一步的走 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的来 好不好 别跳跃 好吧 来我现在继续往后面去想 现在去说下一个问题 节奏的问题 上弦球 朋友们 你看着它发的短来 发个拱一点的上弦 短的 你看这个球落台之后 有个什么状态 加速的往咱们面前拱 它这个球你看 从它板子上出来的时候 再到落咱们台子的时候 你感觉不出来很快的 但是呢 你看它落咱们台子之后 这个球明显的就怎么样了 往前拱得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这板上弦球 看似是个短的 它是个慢的 但是你要制住 这个球落台之后 它是给你加速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在去挑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借力打力 都是要两个环节 一个叫引拍要小 第二个是击球点要早 你要把这两个点都去做到 引拍小 击球点早 所以说大家你们看 导致你们出界的第二个原因 这种球接不好啊 就怎么样了 你觉得来球是个短的 还想慢慢挑 再多等一等呢 结果怎么样了 朋友们 被顶住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看我的这个节奏 朋友们啊 有没有发现 我在去挑这个球的时候 我的引拍幅度 它是很小的 说白了 我又怎么样 我又调了个板形 在上升期 我借着它的力量 借着这个球落台之后 加速的这个力 怎么样呢 顺势的一个前推 后的一个前压 就可以了 你看我是不是引拍要小 击球点要早 哎 我的我的 明白这个问题吗 那大家你们再想想自己这种球 有时候失误怎么失误的 这是什么问题啊 引拍子大了 拉手了 对吧 那你拉手了 也就会变相的怎么样呢 击球点也会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引拍要小 击球点要早 在一个上升期进行一个什么 借力打力的感觉 这才是遇到上旋球的所谓的这种挑打 也可以叫是一个推挑 这就是击球点的问题和引拍的问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点 球友们 那我们再去挑这板球的时候啊 我相信很多球友他也知道正常的挑打 他都要运用什么呢 他都是要运用手指手腕 正常的挑打 他是一个手指手腕要运用的过程 说白了 这个手指手腕有种给别人扇巴掌抽巴 抽巴掌大嘴巴子那种感觉 啪 但是朋友们 这种球人员上旋比较强 落台之后加速比较快 比较拱 也比较顶 这种时候 大家要记得 我们整体的发力啊 他不是说靠的是手指手腕的这么一个鞭打感 而是要靠什么 是借着人家上升期的这个力啊 是以身体的前压会比较多 并且大家你们去看看 我在去推挑的时候 我的手上其实没有这种手腕非常灵活的鞭打 我手上更多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去往前按 去往前推 我不是说靠手腕去挑 推挑推挑 推是核心 挑是其次 它是一个推的技术 只不过它长得像挑而已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推挑 所以说你看我能够把这个球 推出去的这个速度 它靠什么呢 一我上升期借到的力 第二个 我的身体的重心的上半身的这个前压 和我小臂往前摁的这个力量 你看 就稍微往正手发力 看到这个感觉呢 朋友们 我是靠手腕去鞭打的吗 朋友们 我不是靠手腕去鞭打的 但这种球一旦要靠手腕 你就会怎么样呢 很容易被顶住 一翻它就球飞了 明白了吗 朋友们 这就是刚刚所说的 两点出界的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我们在挑的时候 对吧 是借着人力 靠自己身体的前压 不靠手腕的翻动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挑打 我们要找种身体前压 和手上动作拍子去往前摁的感觉 这个才是核心 这两点大家也能够理解的 来继续弹幕上666 客微博 一个是节奏和影拍的问题 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的发力的方式问题 是靠手腕的鞭打的力 还是靠借着上升期 身体重心和手上前压的力 这个你得搞清楚 你这个搞不清楚 你该失误还是失误 大家想想对不对 这个是刚刚小芬讲的第二点 那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致命的一点 大家你们听清楚 很多球友都有 因为很多球友 为什么他接这种上旋会飞 来大家去看 把球发低点 一个发勾手侧上发低点 来大家去看 就像比方说小曾现在发这个球 你大家也看到 他发过来这个球 弧线还是很低的 你也知道是个上旋 球也很低 但是球友们 你们在接的时候 会因为这个球弧线比较低 而去担心下网 所以说大家再去挑这种 来球比较低的上旋的时候 包括这个问题 哪怕是我给你们去发 对手给你发这种极长的上旋 只要发的低 大家有种潜意识里边害怕下网 然后自己干嘛呢 自己还要再往前上给点摩擦 还要给点弧线 我想问大家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一个有字 好不好 他发的你知道是上旋 但是球低 发过来的球低 你就害怕下网 害怕下网 你就容易喜欢往上 甚至还带点摩擦 一碰就飞 这个问题太多太多了 朋友们 比前几个讲的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 还要多 大家要搞清楚啊 再低的球 它都是上旋 它再低的球 我们的处理球的方式 都是直接压弧线 你不用担心它低 大家想想 球再低 它也是越过了球网过来的 你说它能低到哪里去啊 它低它不会低过球网 低过球网它又下网了 它是高度高过球网 越过球网的一个来球 所以说朋友们 尽管它球弧线再低 你也要记得 你的技术方式也是要干嘛呢 直接压弧线 这种球 你一旦潜意识里边 出现有一丝丝 哎呦球来那么低 害怕下网 你只要但凡想往上再给点劲 给点摩擦 别下网 这个球让你就直接飞了 明白吗 所以说大家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球低 会给你带来这种心理上面的影响 再低也是上旋 再低 这个上旋也容易让我们出界 也容易压不住 它再低 我们也要直接压弧线 所以说你看 它现在就算把球发得再低好了 我的出手方式还是什么呢 还是身体重心 板型和动作 直接向前压弧线 我不会因为球低 而去做一个刻意向上 给自己加一个保险 加一个弧线 这种一加就飞 朋友们这种球发的低的 我跟你说 绝对就是给大家挖坑 挖了个大坑 但是这种坑 挖一个 大家基本上挖一个 跳一个 挖一个跳一个 真的是这样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记得 包括球们 来 我去你在这边给我发 很多球会 这种球还会在哪方面容易出问题 人家给你发长的 人家给你发奔球 发这种侧上学 大家照样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 只要一看这个球发的快发的低了 害怕下网 给点弧线吧 一给弧线就飞 你但凡你的动作 有稍微一丝丝感想去往上的劲和给起弧线的劲 朋友们 你就静等出键就好了 低没关系 再低都是什么呢 上旋球 再低我们出手也要怎么样 直接压弧线 直接压弧线 如果我们有一丝侥幸 害怕下网 往上给点 立马就飞 对吧 你包括给我发这个侧上也是一样 你看我 你看他发着侧上 一看这个球低了 给点弧线吧 一给就飞 那我怎么办 直接压弧线 板形稍压 直接向右前压弧线 不用去刻意的造弧线 上了吧 你看 这个你看 我也有这个问题了 我看这个球发的低 我稍微想往上给一点弧线 你看 心存一丝侥幸和犹豫 这球是飞 所以说你要果敢 果敢点 直接压弧线 这种球你给自己的心理暗示是什么 宁愿下网 我别出界 直接给你发个上旋 你想宁愿下网也别出界 下旋呢 宁愿出界也别下网 对不对朋友们 因为这个球它本身就容易让你出界 你看 看到这两个吗 一个上台一个15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坚决的直接压着弧线走 它就不会出界 第二个只要稍微有点犹豫 害怕下网了 哪怕你犹豫一下下稍微给了一点点弧线 这球也还会飞 明白这个意思吗 朋友们 哎呀 你看 这个就是咱们很多球在去接上旋球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意识和心理上面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大家平常要在练习的时候 要敢于克服 真的要敢于克服 并且这个问题啊 朋友们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小时候我们在学哪 以前在练哪项技术 反拉 也就是人家拉了一板弧圈 我想去反拉 大家看 像小邓这样 你这样拉一个 这种弧圈拉过来是很转的 对不对 并且拉的这种高调是挺转的 这种高调球 如果说你正常拉是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就飞 为什么飞 教练当时这么跟我们讲 他本来就让你出界 你如果正常的一板 你不用说弧圈 正常打过来碰过来 我奔着对面去拉 没问题 他会上台 但是人家如果给我一个 很容易让我出界的球 我还是想奔着对面去拉 我就容易怎么样呢 就容易拉飞 那我应该怎么办 那时候教练这么说 你奔着网子上拉 你不要想着往对面台子上拉 你奔着网子上拉 正好怎么样呢 你奔着网子上拉 但是这个球上旋很强 肯定会容易起来点弧性 那正好起来这一点 就刚刚好过嘛 所以说我现在瞄着网子拉 上台了 上台了 瞄着网子拉 真拉网子拉 上台了 我瞄着对面拉呢 你看这个出界 所以说这东西就那么邪乎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种有的时候 去处理上旋的时候 我们这种压弧线的这种坚决度和心理暗示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这个东西就好比什么 有时候你去防守 人家拉着这个球很转 这种高调球 你给我拉高调 我就正常去防守 贴防一板 很多球是什么 你还想防对面的底线 你还想防得长一点 你往前一防就飞 一防就飞 那怎么办呢 OK 我不往对面防 我奔着网子防 但是我也不用奔着网子底下 我奔着这个网上面 这个白色的这个网带 我奔着这里防 它可能就怎么样了 那它可能就刚刚好 你看 我奔着网带上去防 刚刚好上台 那如果奔着对面的底线去防呢 出界了 斜后边你看 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 明白了吧 所以说你看 大家一定记住 拉球当中的制造弧线 和你防守或者来球上旋很强 你的压制弧线 一定要弧线压多不压少 加摩擦加转也是 加多不加少 朋友们不是拉高调 这个瞄着网带打 是反拉高调 人家拉了一板高调 我去反冲反拉人家 瞄网带 不是你自己去起板下旋 你奔着网子上拉干啥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怕你理解错了 怕你理解错了 会给你造成不好的东西 好吧 先给你说清楚 好吧 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的 来继续弹幕上 666走一步 好不好 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的 咱们公平上 666走一步 我刚刚在退到重演台 不得示范的是反拉吗 就是我的搭档 给我拉了一板高调弧圈 球本身又很转 我去反拉的一个事情 我只是通过这个给大家举了一个比方和例子 今天主要刚刚还是讲的 人家发的很低的上弦的时候 不要因为低而产生一种造弧线的意识 低它还是上弦 还是容易出键 你还是要直接压弧线 再低这个球也是过了网过来的 它也没有说从网子底下钻过来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朋友们 来 现在大家能不能麻烦你们这件事 屏幕的这个左上角那里有个关注 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关注给小村点一个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粉丝灯牌 它正常10点钟之前 会有一个100个粉丝灯牌的考核 今天无论新朋友老粉 咱们有粉丝灯牌的 再帮小村去上一个 行不行 兄弟们 大家再帮小村把这个粉丝灯牌给我上一上 也算是帮小村完成个工作任务 给大家添个小麻烦 行不行 如果大家你们方便的话 这个不是要求 是请求 好不好 没有别的意思 OK 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去说的 这个在挑打 遇到这种上弦去推挑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问题 刚刚也做了一个这个延伸 那好吧 那这样朋友们 我现在先给大家上一个 咱们直播间一个小浩羊毛的小 活动 咱们直播间我相信大家都是对于打球的 我给你们上一波球的活动 为什么好久没上了吧 因为球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大家你们有的时候去练防守也好 各方面 因为球大家要知道 高品质和低品质 也就是有国际拼连认证和没有 国际拼连认证的杂牌球 有什么区别 很多杂牌球 球又软 球的厚度又不够 厚度又不均匀 球的圆度又不够 他会给这个球 无论是速度 还是落台后的运行轨迹 特别是来球比较赚的时候 真的会乱七八糟 这个球你说难听点上蹦乱跳 这个球的落台轨迹是很奇葩的 是乱七八糟乱来的 这就是那种杂牌球朋友们 省什么钱 也别从乒乓球上省钱 球也不便宜 但是他也跪不了哪里去 好不好 那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去想给你们省点钱 还能让你们买上用的好的球 首先这个球我收的国际拼连认证 大家就要关注这个东西 ITTF有个乒乓球拍的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国际拼连的认证标 当你这个球是有这个标志的时候 这个球才能够有资格参加 高规格高级别甚至世界比赛的赛事 这是一个严格的要求标准 没有这个标志的话 这个球你就可以判定为三无产品 不用听他给你们说的再好听 这个球就是三无产品不合规 明白了朋友们 然后呢这个球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球是有缝球 这次巴黎奥运会不也是打的有缝吗 有缝三星 这个是咱们国货友谊729 当时在全运会 四年一届的全运会 也算是咱们中国的小奥运了 四年一次的比赛 全运会采用的比赛球 729的有缝40架新材料的 ITTF认证的 国际拼连认证的三星球 那这个球是这样的啊 朋友们 圆度高 硬度好 耐用耐打 弹性好 球在我手上转的特别的丝滑 这就是球圆 很丝滑吧 来我看有没有这里不圆的球 我找几个一星看看有没有啊 这个还行吧 哎哎哎哎朋友们看这个啊 看看好这个 球在我手指头上跳舞看到了吗 好来你再看看咱们这个三星 很丝滑 这个就是球圆 这也是专运动员 他为什么要会和手指转球 看球圆不圆 他就这么看 还有一种就在桌子上转 明白吗 来这个球有需要的 这一大盒球们啊 里边共计有四小盒 一盒是三个 也就是这一大盒里边 一共有12个球 大家给大家看看这一小盒球 往外卖多少钱 这一小盒球的话 你们自己买的话 15块钱一盒 这一小盒是15 一个球是5块钱 对吧 那这里边12个球 12个5块钱 这一大盒就是60 来有需要的球们 这一大盒是60 咱们直播间的球友 给大家改价 本身5块钱一盒不贵 一个不贵 咱们直播间 咱被60便宜一块钱59 但是便宜一块钱之后 买一我再给你送一盒 买一送一到手两盒 一盒12个 两盒多少个 24个 大家你们算笔状 60块钱 12个球 60除以 不 24个球 合多少钱一个 合2块4毛钱一个 平均一个球 2块4毛钱一个 大家你们去对比 你们用的银河 优拉 红双喜 WTT等等 您看看自己的球 能不能核算下来一个 是2块4毛钱一个 是不是他的两倍甚至更多 所以说你们觉得划算吗 觉得划算的话 今天一共20单 好久没卖本身就没货 今天应急挤挤出20单来 需要的大家自己拍 59是买一送一到手两大盒 共计24个729的三星 这两盒 大家你们在网上买 就是120块钱 咱们直播间59块钱包有 需要的自己拍 我觉得球这个东西啊 大家不要去选差的 一定要选好的 有国际拼连认证的 不要去选乱七八糟的球 这会严重影响你对于 基球点和你球感的一个把握 千万别在这上面 去摊那些小便宜 明白吗 什么代工厂 这场那场 你有国际拼连认证 你球又好 你没有国际拼连认证 你别说跟什么大品牌 同个代工厂 纯胡扯淡 所以说相信小孙这个球 这是咱们2017年全运会的比赛球 放心去拍 59到手两大盒 买一送一的 这个是买一送一的 一共24个球大家到手 5924个一个球两块四 您觉得划算就买就行 这个球很好打 你看在我们小黄车一号链接 已经卖了这么多了 好不好 需要的小黄车那里59拍下 拍一发二两大盒 你们需要的话自己买就行了 需要的话你们自己买 拍子一定要买两 好吧 有需求自己买 因为球这个东西 它是一号瓶 一会丢一个 一会不小心踩爆一个 它容易出现这种特殊情况 确实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球这个东西呢 一 我们用什么拍子 穿什么鞋 穿什么衣服 你都得打球 那球又是一个完全直接影响旋转 速度 节奏 运行轨迹的东西 所以说你用几千的拍子 你用的球不行 你几千的拍子也打不出来 明白了 所以说球上要用好的 别瞎省钱 但是既有好的球 该省的时候也得省 两块四一个 你需要自己买就行了 好不好 我就这个不再给大家去多说了 需要的你们自己买 好不好 这个球本身就是福利品 不挣钱的东西 好不好 需要的你们自己拍 好吧 那剩下的时间我再去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正手的挑 好不好 再去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正手的挑 那首先这个正手挑打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正手挑打这个技术啊 它什么时候才会运用到正手挑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 明天发货嘛 对明天就给你们发货 明天就给你们发货 什么时候运用正手挑打 来我跟你们讲啊 是遇到一些不转球的时候 或者说是一些弱下旋的时候 也就是来球是偏慢的 来发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球了吗 来我也给你们发一个 这球不转 没有旋转 球速来球呢也不是很快 落台之后 球没有旋转 这个球落台也没有什么劲 也就是挑打 大家一定记住 它是一个主动发力的技术 来发一个 你看 这是一个主动发力的技术 你看我的节奏啊 你看 大家多看我的节奏 你们再看刚刚小孙之前 刚刚给你们示范的推条 看见了吧 推条是借力打力 这个挑打呢 是自主引拍 自主蓄力 自主发力 所以说首先它的节奏 是要找的是一个下降的初期 来再发一个 你看 它找的是一个下降的初期 去挑 所以说我们首先 你想把这个挑打的练好的话 你先要把这种停顿感要练好 你先要把这个停顿感是要练好的 你首先得会停顿 你得会等的那一下呀 你不等是不行的 这是第一方面 那怎么样才能等 来我说一下啊 那咱们很多球有个什么问题 来我学一学 你看看 这种球一看节奏很快 不对 那为什么会节奏这么快呢 这就是你知道要等一等 你等不了的原因 为什么 你的拍子 大家要记住 我们在去上步 压重心的时候 你的引拍 是要同时做出调整的 边上步找位 边压重心靠近于球 也要边同时怎么样呢 打开我的手腕 我就给你先做一个 你看啊 哎 大家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个感觉和状态了吗 嗯 大家看 边上步 边打开手腕 也就是边引拍 所以说这些是同时的 但是很多球有个什么习惯 先把手伸进去 先拿手去找球 手上让你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什么感觉 手直接贴到球上去了 所以说 你拍子贴到球上来发一个 你觉得你和球之间有空间吗 你连空间都没有 你怎么去等球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要干什么 往外 往旁边 打开手腕 你看 你的拍子 和球有空间和距离了 你才能够有去等球的可能性 要不然你想等也等不了 手直接贴球上去了 这就发不上力 这就等不了球了 我们要怎么样 先打开 你看 打开 打开 再来一个打开 来 五十九 五十九到手是两盒 它是买一送一的球员们 给你们做的买一送一还不要啊 那这个球给你们减漏了 谁你们找的WT国际聘连认证球 还能给你做了两块四毛钱一个 快赶上承包的训练球了 多便宜啊 敢没有拍子自己去拍就行了 来 再给你们直拍示范 一样的 你看打开 边上步 边打开 打开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个 在你打开手腕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发力是用手指手腕 你打开也只需要去想着怎么打开你的手指手腕 就行了 那打开到什么程度呢 朋友们 打开到你的板头 大家知道 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大家记住啊 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为什么 只有板头朝右了 你的拍子才能怎么样呢 有一个 蓄力 你才会有怎么样的 啪 主动的发力 第二个 打开到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你才能怎么样 挑打是个撞击的过程 你板面能够正对于球 你才能够撞击才撞得实啊 你如果打开到这种程度 你现在从挑的球的偏右边了 那往前一送 那给球成摩擦了 或者说你板型有点太压的话 这不就从台内去蹭球了吗 这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板头朝右 板面正对于球 在这种情况下去挑的 你看它就有速度了 既有发力还能有速度 对于台内小球就够了 明白朋友们 这对于台内小球就很充分了 我不刚讲完上圈短球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刚刚小孙总结的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你得能够知道 去挑打 它是因为是来球是这种不转球 慢慢悠悠的不转球 是一个主动蓄力 主动发力的过程 不是个借力打力 那所以说你得要等球的话 就要有空间 那怎么才能有空间呢 边上步边去打开你的板头 朝右做到板面朝前 这样空间又有了 板面还能正对于来球 这样你手指手腕的这个发力 就能够怎么样呢 正好充分的把这个撞击作用到球上 直拍也是一样 你看 对吧 打开这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是不是 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你就这个发力的空间 再结合与你的撞击 它就能够把这个球 挑好了 都可以挑 和低有什么关系 它再低的球不得也是越过网子过来的 它也不直接飞过来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吧 啥是板头 你拍子的头长哪 朋友们 你先摸摸你的头长哪 你就知道拍子的头长哪了 人的头是长在最顶上 那你把拍子收这里 您觉得拍子的头在哪 来给他们指一指拍头是哪 那这不就是拍子的头吗 就叫板头 在平方球里边都称之为要板头 发力有什么板头 板头朝右 板面朝前 就这个意思 好不好 对 就给大家说一说 这和你是不是刚进来 没关系 你应该平常不太接触过平方球 要不然 你不是 自身的业余球友 你不可能不知道板头是啥意思 是不是 好吧 来 那我们再去说下一个问题啊 刚刚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吗 能理解的咱们先弹幕上666公平扣一步 好不好 那我再跟你说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 大家你们再去挑的时候 我教你们一个细节 发力的时候 要学会手指头发力 手指头发力 大家你们要充分的运用好什么 大家看好 直拍的也好 横拍的也罢 运用好你反手 胶皮上的手指头比啥都强 反手的胶皮 手指头 横拍是哪个手指 它是食指 直拍它的后面手指是什么 是中指和无名指 这两个手指头就是发力的核心 来我现在给你们去挑一个 因为什么 我们挑打是一个板头直接向前的力 所以说我们拍面后边的手指头 他给我们的球拍也好 给这个球也好 起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像从后向前有个助他一臂之力 说白了 就像后边有个人推了我一把一样 我就等于这块拍子 咱们反手面的手指 就等同于我后面可能站了个人 那所以说呢 把我往前顶出去 需要学会反手胶皮上面的手指 向前发力 反手手指上的 反手胶皮上的手指 比方说我站到对面那个视角给你们看 比方说是横拍 那横拍你就要学会用哪个手指头啊 食指 食指要发力 这种感觉 我空做一个 看到这个感觉了吧 食指发力 这是一个训练方法 大家不用先疼 你想体会手指 你不要拿拍子 来了球 就拿食指的力 看看能不能给它挑出去 你就去这么力 食指的力 好 那我们现在拿上拍子 你还是一样的感觉 多了个拍子而已 食指的力 食指的力 食指给上劲了 你这个球有劲了 那直拍呢 它是后面中指无名指的力 对吧 中指无名指 发力 中指无名指 发力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手指 第二个重要的手指 大家记住 无论和直拍和横拍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的大拇指 你挑了 发了力 想不出戒 就看你的大拇指 能不能摁得住 直拍 你大拇指能不能摁得住 横拍 你的大拇指能不能摁得住 为什么 大家你们看 无论横拍和直拍 大拇指一摁 它能够很好的控制什么 控制你的版型 不会出现怎么样的 不会一挑 你动作就 你拍子就这样了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拇指摁住了 你怎么样 就是你挑打过程当中的 压弧线 也是前面 大拇指 要怎么样 按得住 这就是压弧线 所以说力量是怎么给出来的 拍子后面的手指头给的 那怎么给的力量还能上台不出剑呢 前面的大拇指压的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核心 对吧 所以说这两 这个手指头有多关键 它其实有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我们反面的手指和你正面手指的一个配合 这就是核心 在发力当中也是 在你去压这个弧线 想它上台的时候 控制的时候 也是 明白这个挑打的感觉了吗 它就是拍子前面手指和后面手指的一个发力和配合 来这一点能够理解的咱们公屏上继续666打一波 好不好 这一点大家能够明白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吧 学校们 很重要的 我现在讲的是挑打 下旋可以挑吗 首先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必要 它没有必要 就像上旋能搓吗 也能搓 但是它没有必要 难度很大 我觉得 简单的 大家先处理好吧 难的东西 先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对不对 你这不简单都上不了 给自己非要要求男的 这不没事给自己找事吗 对不对 还嫌自己打得不够难受吗 不是说不行 是不合理 打乒乓球没有说不行和不能 它只是合理和不合理 我们要选合理的 其实就等于正确的 好不好 这位朋友问了 挑打收小臂吗 好吧 我本来不想讲这个问题的 那我跟你们说一下 挑打 我想问问你们吧 大家你们觉得 挑打需要收小臂吗 当然你们可以 需要的扣个1 不需要的扣个2 正手挑打需要收小臂吗 游击队长 你说的最准 必须 必须 你看看底下全是打2的 不能收啥也收 千万不要收 千万不要收 请问我想问问大家 你 拉正手拉球的时候 收臂是干啥用的 来 打一个 就随便发一个 这是我不收臂的 球飞 收臂了呢 球就不飞 那你不收臂 球出界 收了臂 球就不出界 那所以说收臂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 是一种叫收力 由出界变为不出界 说白了 由长变短的过程 为什么 拉球需要收臂 因为我们向前的力 通过腿 腰胯 已经充分的顶出去了 向前的力很充分 所以说 特别容易出界 我们需要通过收臂 让这个球别出界 但是调打 你调打会用到腿吗 会用到转腰吗 会用到胯关节的蹬转吗 你用不到 说白了 你调打 除了你的动作 和上半身往前趴上去之外 你没有任何方式 能够去制造这种上前的力量 那所以说 你向前的力都没有 都没有力 你收力干啥呢 不用收 那所以说 我们的板子要干什么 是一个往前给力的过程 你看 向前给力的过程 它不是向你收力的过程 所以说千万别收 千万别收 收臂起到压弧线 你拉球的时候 收臂你可以压压弧线 你调打的时候 需要你收臂压弧线 那 能理解了吗朋友们 好吧 这个我本来不说了 你收臂效果很好啊 配合手腕 要不你给他挑一个 你看看效果好不好 朋友们 你什么叫好 来 你在里边给我收个臂 你收臂挑打 朋友们 你收臂挑打 你这种对手 你一定会觉得很好啊 太厉害了 这技术太牛了 对不对 或者他没有别的技术 收臂 你拍他 很好 或者说你正常点收点臂 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速度 稍微有一点点速度 你打了 来 那你再收臂 你收有用吗朋友们 你 所以说 来 你再对比来发 发一个不转 你再对比这个呢 朋友们 你再对比这个呢 你那种收臂还带点摩擦 觉得效果很好 是你觉得效果很好 你觉得他能上台 且不是那么的慢 你觉得就好了 但相比于 这个呢 你收臂还能有这个吗 啊 朋友们 还能有这个吗 还能有这个吗 没有啊 你收臂 如果挑人一个直线 说的很难听 说的也很重肯 所以说 如果朋友们 我要如果是针对形象 怼你的意思 我就懒得搭理你了 我只想告诉你 你那样是不行的 对于你今后的挑打能力 你这辈子水平 就只能仅限在这儿了 还想再提高 别在里边靠收臂和摩擦去挑起来 没有意义 明白吗朋友们 啊 好吧真的 如果说我是为了怼你而 我就不会浪费这个时间了 因为这个朋友 你要知道挑出什么样才要挑 你觉得很还行 他只是还行 但对于水平高的 那种挑过去跟送分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明白 所以说你首先 你得看你自己 对于自己是什么要求 你觉得行 那我也没 那就行好不好 你觉得这种就挺好了 满自我满足了 那也没问题 那你觉得还想再提升 收是不可能的 理解了吗 真的是这样 下降初期 对你就可以理解为高点期 那么个意思吧 也可以理解为差不多下降初期 好不好朋友们 不我不多废话了 好吧等会看球去了 看球去了 来 那咱们这个剩下的这个时间 朋友们 然后估计是应该在倒计时的 向大家咱们 再五分钟吧 好吧 我像咱们很多这个球友呢 我想还是继续再把这个套交 再给你们推荐推荐 因为我觉得咱们很多球友 这个选择反手交皮的时候 一定有个什么问题 很多球友想反手弹性好一点 速度快一点 因为你反手力量不大 你要通过海绵的好出球 弹性好蛋糕海绵 呈现更好的出球速度 和借力以及省力感 但是很多色性套交 就会容易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搓球翼帽高 拉球没有摩擦 很难找到摩擦的感觉 对不对 特别是对于摩擦感觉 本身就不是很好的球友 很纯色性套交 会给你增加 你找到摩擦的难度 好吧 然后呢朋友们 我想继续向咱们直播间的球友 再去介绍介绍 推荐一下这一款 咱们直播间 焦皮回购榜第一名 也是咱们直播间 焦皮好评率 对这个的一个 99.2%还是99.3%的好评率 近30天百分之百的好评率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它 为什么回购率这么高 好评率这么高 销量这么大 因为首先第一个 这张套交是咱们国货友谊729 出口给韩国国家队的套交 它叫金泽珠韩国闪现 那这款套交来 我给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里边首先 它是有一张韩国队的证书 这张套交在韩国的售卖价格 是50元美金 50美金的话 和人民币是360块钱 这张套交在韩国是一个 远超于焦猛的一个地位 是仅次也是对标于蝴蝶的一款套交 那这款套交为什么好 第一个 它的胶皮 大家你们去看 这张当样品 我已经展示了已经10天了 但是这个胶皮 你们看它的面子 怎么样 很润 所以说它的胶皮面 是一款半黏半色性 不是纯黏性 也不是纯色性 半黏半色是介立于它的黏性 和色性之间 它比色性要更黏更好摩擦一点 比纯黏性的出球速度会更快一点 所以说能够很好的均衡 咱们反手所要的旋转摩擦和出球速度 就像蝴蝶D09C的胶皮面一样 然后以及这款海绵 它的这个海绵是蛋糕海绵 蛋糕海绵的话 它是不需要灌油的 本身出球速度就很弹就很快 但是这款蛋糕海绵的海绵气孔不大 所以说它既能够保证蛋糕海绵的出球速度和软弹感 并且支撑力好 你知道为什么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就好比罗泽纳 包括ELP MXP 专业队的运动员 包括很多业余爱好者反手能力不错的 给它最大的评价就是肉 没劲 虚弹 因为他们海绵的蛋气孔太大了 球陷进去出不来 到了对面的案子上 球打到对面案子上是没有什么底劲的 就没劲了 所以说呢 球友们 海绵要负责发力 你不能纯变成泄力了 所以说这张海绵 它相比于大家所传统的 一两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左右的蛋糕海绵 它的海绵支撑力会更好 也就是对于咱们反手所要的发力的底劲会更充分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款套交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咱们直播间回购的球友是买了四张五张甚至更多的 包括这两天已经有陆陆续续大千天买的 今天又下单了 这款套交为什么能做这样 它相信小孙的话 它能够满足蝴蝶 T05这个级别 百分之九十的性能 是远超于同价位下 罗泽纳 ELP MXP DNA 什么交猛的性能 远超于它们 在这个价位下 它就是天花板的存在 毕竟三百六十块钱的交皮 和你像ELP 进口过来 才卖到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不到套交 你可能那套交在国外 就可能对半 真的是这样 那这款套交在国内卖多少钱 729的官网上是两百三十八块钱 出口到韩国那边是卖三百六十块钱 你看看这个进出口关税 但是这款套交 由于现在一年只产两次 这一次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十片 卖完就没有了 咱们这部间给大家改价 不用想给你送什么胶水 就一张胶皮 但是我让官方给大家减七十块钱 好不好 给大家上车 只有红色 特别好满足摩擦弹性速度 和底劲很均衡的翻入套交 我相信你在一两百这个价位 你买了它 在同价位的胶皮 你根本不想再用了 你如果觉得小村是吹牛 你就不要买 你相信小村你买了这一次 我不敢包你百分之百 你十有八九会回来回购的 好不好 反正一共还有三十单 整个国内就这三十单了 你已经买完了 好吧 需要的改价168给你们上了 今天拍的明天 全部给大家安排发货 朋友们 我想问问大家 这张套交前两天买 你收到你用了的 包括咱们吃不见很早很早以前 就买过这款套交的 就是上一次出这个套交 是在过年的时候 春节年初的时候 大家你们买了用了 觉得真的挺好打的 你给小村扣个一行吗 不给大家太多的麻烦 让你们打字 你真觉得好用好打的 之前用过还是 前两天刚买的 已经用上了 是了 你觉得好打的 给小村扣个一 好不好 朋友们 我就敢着让大家去打就行了 满屏的一 满屏的一 你放心就行了 因为朋友们 为啥呢 我也会 自己首先 我用这个套交 首先我自己先得用 再推荐给大家 因为为什么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当时就和他产生了一点幻觉 这是不是蝴蝶 我以为是T05的 这是当时我的搭档 他们当时刚贴上这个胶皮 我还没见过 我一试 我怎么谁的蝴蝶还挺好用的 我一看不是蝴蝶 所以说我一上来 都有点恍惚 所以确实但发了力之后 和退到四五米开外 是和蝴蝶有点区别 但是在中心才太像了 所以说这款套交 我自己是这么感觉 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 这些小东西在吹或者干嘛 我就是把这种 我是什么感觉 如实的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也是这么觉得 所以说我是 我就会按照这种去介绍 并且大家你们去看 还没到货 慢慢来不急 肯定已经发了 点开一号链接 大家你们看 以兽987 这是我这么多 这个胶皮链接当中 其中的一个 近30天好评率100% 近30天好评率100% 所以说大家 你们真的想要高性价比 高性能 请给这张套交一个机会 168 他没你罗泽纳贵 罗泽纳卖1900 200 没你什么ELP MXP DNA贵 也还赶不上多尼克F1贵 朋友们 但是这款套交 为什么做到便宜 不是他说真菜 而是因为 他是咱们国货有益729产的 729出口给韩国国家队 729是生产源头 那源头他又不 他给小村寄过来 发个顺风而已 又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问题 那所以说咱们是源头 所以便宜 本来238 咱们是不是先专享价格 你有一个逮一个朋友们 这张套交现在全网 正品729官方只提供给小孙 这张套交的福利 仅小孙直播间的粉丝专享 其他直播间你想买门都没有 我就把话撂着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想 想卖这个套交 一年就产那么点片 都给小孙了 谁都给不了 真的这样 只有咱们直播间朋友 不仅能够买到 还能享受到168的福利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并且朋友们 上面人家这里写的很清楚 这韩文我问过了 这个50是啥意思 是50美金的意思 明白吗 50美金 那50美金的话 和人民币是360多块钱 这就是到韩国那边的售卖价格 朋友们 那你咱们进口过来 有些多尼克F1 这种日系德系的套交 包括蝴蝶 球友们 咱们就举个普通的例子 多尼克F1 德国进口 对吧 那请问咱进口 这么多关税交过来 卖100期 请问它生产成本能卖70不 它在德国能卖70块钱不 我觉得悬偶 朋友们 蝴蝶 要不是它的 你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买的话 比在国内便宜 为什么 它在那买 没有进出口关税 那如果说是蝴蝶 没有请凡人东 这些大牌做代言 你觉得它胶皮 能卖200块钱不 朋友们 一个例子 所以说朋友们 它便宜是便宜在了 没有明星代言 有 谁呢 没凡人东那么贵 它是什么 原韩国队的主要链 也是原来一个实业冠军 金泽珠 很多球员老粉都已经知道 金泽珠是韩国队主要链 这次奥运会 他也在场 对不对 金泽珠代言的 然后其次 朋友们 这个又不是 729又不需要给他任何代言费 那所以说你看 咱们这个就是纯胶皮的钱 那所以说 纯胶皮的价格 大家要知道168已经快顶天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它真的可以跟蝴蝶感觉特别像 朋友们来 这个是我反手在打的这个套架 并且这个套架大家记住不挑底板 配得上你们的蝴蝶的底板 斯迪卡的底板 红荣喜的底板 729的底板 银河的底板 都没问题 并且这个我这个板才200块钱 朋友们你们听听这个板的 击球声音 我给你们打两个 行不行 大家你们也感受一下 空说无凭 好不好 重量它不重的 朋友们 剪裁后大概才多少克 贴到你的板子上 就那么一个圆圈这样的话 45克到50克吧 不重 它不重的朋友们 不会给你板子增添负担的 你不用担心 它不是狂飙37度 好吧来弹两个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套架 来咱们打两个 弹机弹两个 你看它是声音的穿透力通透度 很多就是说 哎呀很多多尼克F1都是声音 来朋友们退到中眼台 感觉来了 朋友们 这种时候 这款套膠 它的摩擦和后劲和支撑力 就呈现出来了 你们试试所有的你们的 那一两百块钱的大孔径蛋糕海绵的 你试试推到这里有劲吗 一点就都没有 十个全下网 经常下网 但是你看这个啊 朋友们 它发了力之后 它撑出来的弧线和后劲 明显的脚皮呢 也要好很多 大家一打就有感受 而且这个胶皮有个特别好一点 大家反手 它不是说以暴力为主 大家有时候反手需要什么 一些搓球 搓球的摩擦 搓球的加转 这款胶皮它不是纯色性 大家听哦 是半黏半色性 所以说它的摩擦会更转 会更稳 且球不容易冒高 并且特别是大家 你们在拉球的时候 拉起下旋 起下旋的时候 你明显的感觉 这个半黏半色性的胶皮和纯色性就不一样 它的吃球摩擦球的感觉会更好 并且这个海绵支撑力好有什么好处 胶皮磨得住 海绵含得住 有底劲发力 它还能顶得出去 撑得出来弧线 顶得出来底劲 你看 是不是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是不是很舒服朋友们 很有刃有余朋友们 所以说 一个200块钱的纯木都顶得它好好的 你们大家有的更好的底板 没有任何问题 这款套胶根本不调底板 并且我也告诉大家 后续是没有货的 下次有货 是在明年的一月份前后 过年期左右 一年之产两次 你看看底下的评价 要么就是近两天的 要么就是七个月和一年前的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最早的有一年前的 然后其次 然后就是七个月前的 然后就近两天的 你们大家看看 它就是半年一次 半年一次 一次两三三四百片 它就这样一次三四百片 这次我们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朋友们 已经卖差不多 现在总加起来 四十块 四十张胶皮不到 卖完你们就没有了 到时候谁想买都买不到 我想买都买不到 但是我长了个心眼 我提前给自己 已经预留出了三片 朋友们 并且这款套胶 我在山东省队的一个师弟师妹 他们有一个小女孩 是左手直拍 反手就用到这个 对吧 还有一个两个小男孩 横拍 右手横拍 反正也用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打蝴蝶太废了 并且练球的时候 感觉又差不多 他们本身力量也没有那么大 这款套胶一点问题没有 支撑力也没问题 那所以说 你叫他们的训练量 上午下午晚上 一天练这么多 那胶皮 废得很快很快 正手狂飙 一星期一张 一个星期一张 真的是 一星期一张 两个星期肯定就干起炮了 反手胶皮蝴蝶 大家有时候打半年 他们能打三个星期就不错 那所以说 论扛造 那这个套胶扛造 真的是这样 朋友们 有需要的 放心小黄车一号连接去拍 没有拍过的球 真的要拍一张 包括你真心相信小孙的球友 老粉们 你可以买个两张 真的 老粉你可以买个两张 包括很多 之前没有买过这个胶皮的 你如果认可小孙 真的是 相信我 那这款套胶 真的建议大家 你们可以入手个两瓶 真有如果有需要和预算的话 当然 没有这么多的需要 或者有一定胶皮的 建议大家你们感受一瓶 因为我相信大家反手 除了你们去用蝴蝶的 T05 D09C等等之外 大部分用的也就一两百块钱的套胶 好一点的 不就罗泽纳 什么DNA那些乱 那些东西吗 你们这个价位 你不妨去感受感受这个 你看看你用了这个之后 你还会不会再用你说的那些DNA ELP那些 就可以了 这个套胶 为什么它的推广度没有那么高呢 祸少 它要祸多久 你看我每天直播 我啥都不用干 我天天就干一件事 就推它 我一年不给它卖个一万两万片 我都真的都对不起我自己 对不起这张套胶 真的是这样 但是它是祸没有 这个是最尴尬的地方 为什么祸少 因为这个胶皮 有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点 是出口给韩国队的胶皮 韩国队下订单729才做 它下什么颜色 729产什么颜色 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次为什么没黑色 韩国队这次就下了黑色 就下了红色的订单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产黑色 明白吗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胶皮 产量是不高的 朋友们 需要的是我们抓紧时间牌 一年也有两回 但国货友谊729产的 729产的 要不然胶皮我上俩给你弄 朋友们 不调胶水 不调胶水 你刷有机无机都可以 擦球特别转 你用过什么 对 它很好摩擦 朋友们 本来想买DNA 你不要买的 它那个 DNA当时去成都 那个叫什么体博会 我去看了 那个海绵 那个气孔 我太吓人了 朋友们 但凡你有密集恐惧症 你都没法看那个海绵 真的是这样 那个海绵孔径大的 真太 真离谱了 反正我不能代表所有人都觉得不好用 我觉得那种海绵 对于我的反手力量来说是没法用的 支撑不住 球陷进去根本出不来 到对面那里根本没有劲 没有后劲 光出去球这一下快没有用 到对手那边没劲 这就是专业队的运动员 你问问省队这个水平的 你看看他们 你问他们 DNA他们反而会使不使 他们不会使的 为什么 他肯定就俩字太软了 三个字太软了 他们就会说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多尼克不用太软了 摩擦不好 再次呢 这个罗斯纳为什么不用太软了 太肉了 这些胶皮普通评价 就这些话 就是海绵支撑力不够 这个海绵支撑力是非常好的 朋友们 放心去拍 打上旋都不能往上打吗 你在说什么 这个胶皮吸血你也不需着急 会有 朋友们 这个我没有任何的着急 我第一天卖的时候 我就介绍了一下 往那一坐 就卖了三百来瓶 是两百多瓶 朋友们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天第二天 卖得跟疯了一样吗 起飞一样 快递都快打包不过来 是因为这个套胶 第一天我当时核算了核算 每一百张套胶里边有七十个老粉 你觉得吓不吓人 每一百单里边有七十个老粉 有些老粉有几个 我一看那些打包快递 为什么卖胶皮有人是这么厚啊 这个朋友买了三张 那个贴粉买了四张 那个老粉买了五张 一看他们的订单记录 去年就买过这个套胶 全是回购的 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套胶 我就不用别的 我天天挂那里 它都会有人卖 有的不需要介绍 为什么老粉看着就买了 看着就买了啊 所以说不需要太多介绍 朋友们 这是钢铲的套胶 大家记住 这个套胶的话 钢铲没多久 算是新日期 你们放个一年是没问题的 不拆封 那你存放不要紧 不要拆封就行 你别像我这样这样 拆开了你放那里不行 它空气会容易 时间久了会氧化 你不要拆封放那是没问题的 去年就 去年就买了四张 朋友们看到了吗 这个也是老粉了啊 前面也带着我们十一级灯牌 对吧 去年就买了四张 那更和现在都今年了 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你说人家大家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还是怎么的 他就是人家 没事 每天给我 赞助一下 没事给我赞助168 给钱有赞助168 人家不会 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用 他才会有回购 朋友们 能够让大家持续回购的东西 我觉得一定是好的东西 所以说 我对于回购率和评价要求 是很高的 我得看他有没有能够达到 我对于反手套交的一个要求和标准 能满足我的要求和标准 也满足了大家 所以说换来了 这近几天千片的销量 不是近几天 近几天几百片的销量 和近三十天内百分之百的好评率 好吧 近三十天内百分之百的好评率 OK吗 球们 哎 你看 你看我这是这个链接 朋友们 我点开评价啊 我点开这个商品评价 第一条 这就是一个老粉 我都能猜出他来叫什么网名 我很熟悉 再次回购该款套交 用在反手确实好打 准备再囤一张 朋友们 人家谁现在没事 会给出这种评价 人家是回购的 一囤 他全是来囤货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都知道这个套交 确实平常是买不着的 逮着小村 终于这里有了 欠就有了 人家就趁着多买两张 所以说又顺便给了一个好评 再次感谢这位球友 好朋友们 来你再看底下的评价 朋友们 接着就是七个月之前的了 对吧 也是这个朋友 你看七个月前的 上 最后一个英文字母是D 你看第一个也是他 上 最后一个是D 还是这位朋友 评价两回 他买两次 确定是回购的吧 朋友们看一看 第一次是上 叫什么D这个球友 七个月前买的 这一次是六天前买的 看到了吗 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这位球友 你看是不是这个呢 同一个球友 也是叫上什么D 再次回购 所以说 我说是不是上一次 是在半年前买 半年前才 半年才会有货 是不是这位朋友 半年前买了这次 也又囤了两张 所以说 也感谢这位叫上什么的球友 那所以说人家已经 我给他说的回购率高 好用 那人家大家都是这么觉得 这不是我说的朋友们 很舒服 99次没了 没了 晚上不卖 那个已经没了 近几段时间 真美惑了 好吧 包括你们去配一些蝴蝶的底板 内置的底板 比如说红双戏的龙5 龙5X 968 对吧 729的金标 纯木 包括这个死地卡的一些黑弹 黑弹系列 包括这个CL C2 包括你们配银和U2 都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你去哪些蝴蝶的底板 零A 凡A都可以 非常好 大家一定记住 好用的胶皮 它不挑底板 明白吧 好用的胶皮 它是不挑底板的 那如果说挑底板的套胶 那这款套胶一定是很有自己的 独到鲜明的一个点 它很有针对性 那正常像蝴蝶 T0 我说罗斯纳不算蝴蝶 我真不给它算入蝴蝶的行列 像T05 6405 D05 D09C 你说说它是不是贴哪个板上都好使 贴哪个板上都好使 对不对 朋友们 像T05你是不是贴哪个牌子都好用 是不是一样的 对买了一张备用吧 家里边多得很 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朋友们 首先呢 这个胶皮啊 它是会半年左右会出一次 基本上最晚不超八个月 基本上会有一回 会产一批 但是我也给他建议 如果说你不要去奔着三年以后 囤胶皮 朋友们 对吧 小孙也在 大家也在 你明明如果说你是想 囤一年后的胶皮 你为什么不等一年之后 或者大半年后再买呢 是不是 我也真的是 我也想卖 谁都想挣钱 谁都想多买几个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 这款套胶 除非 一 这个套胶 你如果说你一年以内 是根本不可能 你有很多套胶 这个套胶在一年内 你是不会让它排上号的 一年之内 你知道这个东西 你买了是存放的 一年是不可能会用的 你别买了 真的小孙们 别浪费钱 你明明可以一年后再买 你何必这个胶皮放个一年 再 到时候再用 到时候又不是 到时候又有了 对不对 你感觉你最起码 你在近一年内 比方说我把这张套用完 我用这个 对吧 我现在正在用 我正好再给囤一张 那可没问题 是不是 包括你看有的囤胶皮 囤四张五张的 我都会去联系一下球 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啥 你用不了 到时候再买呗 他说是给球友代买的 自己囤一张 你球友让他也帮忙 代买个两张 球也要囤 说都是小层的粉丝 他说看到了 就一起帮球友代买了 所以说他买了四五张 我是问了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也怕大家为了支持 支持而导致你放了两年 朋友们我说句实在话 胶皮你放两年以上的话 肯定不如信胶皮好用 这是一句实在话 我不可能为了让大家买 我在这硬忽悠你们 两年以内你用不着 就真别买了 球友们真的 你如果纯说这个保质期的话 你如果纯说保质期 你放三年四年照样也能用 只不过没有可能 这个胶皮在前一年半 哎他的性能这么好 这么好了 明白了吗 这个意思啊 没事我最后我最后两分钟下播 我最后两分钟下播 好不好胖们 如果有需要拍的抓紧时间 我最后两分钟下播 咱们一号链接的套胶 还有最后的两片 还有最后的两片 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上了 今天就还有最后的两片 如果需要拍的球友 自己抓紧时间去下单 就可以了 好不好 自己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 还有最后两张 对的还有最后两张 多了关键事 我没有没有这么多呀朋友们 他确实没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我不给大家多上一点吗 我不给大家多卖两波吗 是不是 用正手怎么样 我这么给大家说吧 这个你用正手的话 你这个套胶如果你是正手 也喜欢用软弹的 左推弓的 你是以这个喜欢弹性好的 想省力的 弹性大的适合去拍 明白吗 但是你如果说你打着狂飙 或者奔腾 这种高粘性高密度海绵的套胶 你不要去正手 就不要再贸然的去换这个了 明白了吗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朋友们 我要准备下播了 还有最后一张 一拍是吧 感谢风逍遥这个球友的这个支持 好不好 那行吧朋友们 我也就下播了 好吧我也等会也看看他们比赛比的怎么样了 因为这两天我也早点休息 好不好 近几天我都没有给大家推拍子 因为也确实比较累 好吧 那我今天就先播到这儿了 大家这个早点休息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明天见 好吧 今天就先下播了 刚刚你们推的这套胶呢 明天都会准时给大家发货 好不好 明天准时发出 我先下播了朋友们 拜拜 大家早休息啊 好了